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方人是属于抗压线上很高的族群 我们总是希望在高压环境下还可以保有自我 但往往会产生更多的冲突 开始怀疑我真的适合这个工作吗 另外一半真的适合自己吗 这是我想要的婚姻吗 种种的自我怀疑都表示你的生活已经产生不平衡了 由此可知一个人的身心灵只要有一个区块不平衡 就会产生怀疑 严重者会有挫败 失落 失望 委屈 无助 难过等负面情绪 就像垃圾堆一样 没有人知道这一包包的负面承载了多少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而我身为生命灵数心灵自伤师 从我获得这个资格赠出的时候 我就明白我的使命是什么了 简单来说我就是要帮当事者把这些内心的垃圾 一包包的拆开进行资源回收 有哪些是直接要销毁的 有哪些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就是我们在资商过程中 除了透过生命灵数命盘以及排卡结果来得知 当事者内心宇宙的状态 还有各种因果问题 需要由我们协助当事者去厘清问题 找到解决方法 不能改变了历史 我们就要去改变我们对未来的决定 让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 不要再陷入死循环 这样的个案基本上都还是可以靠自己的意志力 来配合资商给予的解决方案 来开始改变人生 那如果个案本身已经有确诊心理疾病 或者是精神疾病 会在身体上、行为上、言语上 产生无法自我控制的行为举止 这类型的个案就会建议直接寻求精神科医师 或身心科医师来进行疾病的诊断或处方间治疗 我之前有接触过有重度忧郁症病史的个案 因为他经历过医学治疗的手段 但他认为现在的自己只是需要一些心灵上的支持与抚慰 就可以选择我们这种心灵资商师来协助当事者找到心理问题与解决方案 也许在一两个小时的资商过后就能够豁然开朗 该个案也是跟我前后资商过四次 每次间隔约四到六个月 每次来资商都可能是不同的事情 但他自己可能已经很努力想要解决 却无法找到最理想的方式的时候 就会来寻求我的协助 在资商过程中 如果我认为当事者的精神状况或谈话方式已经有明显的异常 我就会尽快的请当事者去寻求正规的医疗手段 来帮助自己脱离痛苦的状态 那很多个案会问我说 心灵资商师跟一般心理师有什么不同呢 台湾并没有心理医生这个职业 正确来说是心理师 心理师跟医生都是属于医事人员 是有通过国家高考及格后 再分为资商心理师与临床心理师 那有资格做关于精神疾病或脑部轻质功能的心理衡见与治疗方式 是只有临床心理师才能执行的 我本身并没有国家高考的医学认证背景 我的证照是由英国CIP国际认证协会所认证的国际认证资格 我自己觉得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 心灵资商师就像是心理师与占卜师的结合 我们不单单只是给予算命结果 而是将命盘与占卜作为一个快速了解当事者前因后果的媒介 在透过一对一的资商期间 专注了解并努力站在当事者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的脉络 需要透过与个案的交流 还有不断的替个案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 尽可能以最轻松有效率的方式来帮个案调平 让个案可以更容易自觉到 怎么做是可以帮助自己 也可以带给身边的人有更好的感受方式 因为每个人在一生中会需要扮演非常多种角色 所以面对事情如何快速的切换到 旁观者的角度来剖析自己的动机 让自己可以尽量做出圆满的决定 我很高兴我几乎跟许多个案都能够像朋友般的相处 许多个案都是来来去去 因为我明白当你已经没有太大问题可以困扰你的时候 自然就不会来找我 我反而会比较欣慰 至少你已经开始可以全然依靠自己 帮助自己拥有理想的生活 这绝对是我所乐见的 也有少数个案因为跟我资商多次之后成为我的学生 也开始帮助身边的人百度解忧 我也会感觉非常开心 因为我知道有更多人可以为这个社会付出 去给这个想要自救的人一个重新振作起来的机会 至今我也是不断的去了解更多关于玄学 哲学 科学 心理学的相关知识 希望可以带给个案更贴切的帮助 而不是用一套处方去套在每个人的身上 我希望我给每个个案都是CP值最高的身心灵扬生方法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天使扬生大师们的存在 我必须以一个更开放的方式去引导当事者走向一个相对圆满的决定 才能真正达到长期练习的效果 灵魂的每一道伤口都是需要很多很多次的疗愈 才有可能渐渐愈合 就算愈合了依然会有疤痕存在 只要还活着就有机会再度面对类似的伤口 所以每次资伤前我都会习惯请我的高我与个案的高我进行连结 并且邀请大天使们与我同在 不仅是保护我 也是为了让个案可以更加放心与放松的向我诉说内心真正的疑问 因为我相信会来找我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想要有更好的生活 才会鼓起勇气面对过去或眼前问题所带来的困扰 因此我觉得每个当事人都是非常棒的 为你们点赞 接下来老师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协助过的一些案例种类 第一个是长时间被灵体干扰的 第二个是多种信仰混乱者 第三种是被限制行动的 第四个是很容易想不开的 第五个是夫妻諮商 第六个是男女朋友諮商 第七个是儿童諮商 第八个是想改变生活的 第九个是寻找自身天赋 第十个是想要解决前世今生课题的 那第十一是有中度以下的心理疾病 第十二是创伤症候群 第十三是身心障碍者 第十四是多重人格障碍 第十五是正在被附身者 每一个个案对我来说其实都是独一无二 那只是说以上这几个都是我比较常遇到的 我不会希望个案一直回来找我自上 因为我更希望当事者可以自己学会如何预防类似的负面情绪 以及当发生令自己很低落的事情时该如何自救 这才是我的义务跟使命 我不会想说我要去救多少人远离痛苦的人生 而是希望可以教会多少人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藉由正确的思考与行动来摆脱黑暗 靠自己的力量走向光明 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寻求帮助 并且一步步找到可以走向光明的方法 很多个案常常会把我比喻成灯塔 因为我不会主动去找他们 但是当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一直都在 且成为让他们内心安定的存在 我也许没有像心理师有很多评估报告 与医疗手段来疗愈个案 但我知道我的高我和大天使们会给我最明确的指引 我只要保持平静与客观的态度 接收讯息 释放有用的讯息即可 有时候我也会带有自己的情绪 但很快就会被扬声大师们提醒 让我转换方式去引导个案 我是因为有这些更高维度的扬声大师们的协助 在配合自己所会的工具 才能在短时间给予个案实际可靠的讯息 融入当事者角色去了解 为何他会陷入令自己难过生气等负面情绪的课题 我也许不是地球上最强的心灵自伤师 但我愿意成为一个稳定且温暖的灯塔 在你们需要我的时候 我可以为你们照亮未来的道路 陪你们一起理性思考 找到圆满人生的最佳途径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留言 谢谢你们的观看 爱你们 拜拜 拜拜